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放暑假我带着女儿回来 因为我女儿在美国上高中 然后还有一个她的朋友更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 两个高中的女孩一起跟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左右 我把朋友去云南 结果就去了西双版纳的山区 已经到了边境了 就翻过山就是缅甸了 就没有想到 看这点心不像太穷 这个是木瓜薄饼 对这是景洪就是他们的城市 特产特产对很好吃 挺好吃吧 你要就去景洪就是些游客如云 而且我还惊叹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么强 那一场什么歌舞表演都是100多块钱 然后你入场以后 你看着都不是公费率 我认为大家都很多都是家庭 所以它那个地区的很多也不是外省的 就是云南各地来的也不少 有一个小康的这种中产阶层所谓的这么一个人群 可是我们开了车就上山 只是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回来这样 你看能走多远啊 就到了边境那种大山上 马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它没有修路 有些段修了一点 那上山还是就是盘山而上雨 一下雨全是泥那种 然后到了那些基诺族的山村 我们去了三个不同的民族 来看看照片 扎老师给我们看看照片 哎呦这是小姑娘 这个好像是哈尼族的 就是一个山寨里面 还有一个布朗族的 这小孩你看他没有玩具 就弄一个小花 而且还是正好是那天 就是有外来的客人来了 这些村民弄一些花 纸的塑料的什么 然后穿上他民族服上跳舞 这个是基诺族的 就是一个 他其实是从外边念了职业中学 又回来了 取了一个汉族姑娘回来 这是他们做饭的火堂 就我们做了很多 你看这个是在哈尼族的那种 一个大林子里边 他们因为那天正好 除了我们还来了一些客人 他们就没有这么大的桌子 就在林子里边 你看铺了芭蕉叶 然后用这种大洗脸盆 这洗脸盆都特别像我们 当年就是七八十年代那种塑料盆 对 它里面放了他们就是聚餐 聚餐 煮的粥烤的肉 这些就是说我们同去的一个 是叫孙立哲 他当年是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很有名的赤小医生 他说这个景象就让他想起当年 他们在延安 那是三四十年前 村民来看北京知青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里边外来的 外面来的人还很少 所以这些小孩就都来看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看我们那些人 然后你看他叫拉培 这听说是当地女大款是吧 对 他是他们村里边最能干的一个 女强人做茶的生意 所以他就给我们载歌载舞 还真的他们当地还确实能歌上舞 不是就是这一天为跳舞穿了 然后大家都没下地 然后这可是这些村子里实际上 我们后来聊天 问起来就是年轻的 有很多这个轻轻年 还是出去打工了 比如去景洪 去做他们这几年普洱茶火了以后 就生活比以前好了 多了来远了 就比如去茶厂 去看了一个制茶厂 全部是二十多岁的女工 就各地的乡下来的 能一个月挣一千块钱 然后包吃包住 他们就觉得很好了 完全是手工的 在那挑茶叶 可是你到了这些乡村 我一问 就是普通的一般的四五口的人家 一年他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那你想就每个月 两三千块是靠种地 不是 就是他能收入卖茶卖点山货 这是比较活问了一点了吗 他有了一定的交通 有了一定的贸易之后 其他他们自己种点稻米 他自己吃 就是吃的和住的没有问题 房子也都是当地那是森林嘛 就木头房子弄点顶多弄点瓦 但我感觉还是很穷啊 在这儿就跟这个陈丹青老师聊天啊 他不是现在上山下乡吗 他画画 对 又到农村去画画 他去的农村呢 回来跟我讲 当然他是只是看到他看到的啊 但这个陈丹青特有的语言呢 他说现在这个农村呢 就是城市建设土出的渣子一样 他就说他见到的这个乡村呢 就是这个破败凋敝 就是说你会感叹呢 就是乡村生活方式啊 好像没有了 就是因为青少年不都出去了吗 老话题 咱知道村里就是老弱妇孺 农民都上楼了 对吧 这种乡村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 而且你就看着 尤其是这个一些城乡结合部 还有就是这个垃圾遍地 就是让人感觉到 甚至有人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农村的 还是应该有我们想象中的农民 这种生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悖论 你看像丹青说的这个 我想恐怕是一些内地的农村 就是他还是发展来了 多年前我听过就有一个作家张弦亮说 我们西北发展不起来 我们是很有风景的 很干净的 你们欢迎你们大家来污染 他在一个环境和文化会议上 呼吁大家来污染 所有的作家都很愤怒 因为我们城市里的 尤其是文人的想象里边 青山绿水这种田园式的生活 应该被保存 他是纯朴的是原始 可是实际上穷人 就是说在贫困的山区 你不要让他知道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一旦他知道了 他就是老子要吃饭 老子要花钱 你知道吗 你这种老子要开车 老子要包二奶 城市人凭什么让我们 过着这种田园湿的生活 你们看我们 因为我感觉去西方版纳确实风景如画呀 那茶园高大的树 什么各种植物水果就茂密扔的地上就能长 他就是这种潮湿的非常暖的这种气候嘛 可是你去了这个方毕的山村 你感觉 当然我是带着城市人的眼光去看 就是美国人的眼光 对是有一种轻微的这种罪恶感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是不干净的人 一国情调 对但是我 一乡 我觉得是矛盾的呀 最近这个 你要他们封闭下去 就这样保存了 最近徐老师是看了另一头 到了我的祖籍山东 对我到了山东 我先说一下吧 就是说我其实非常非常想回到我插队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个愿望 你插队在哪 江西 我合计了 老区红色牛 合作了 合计了很多次都还没约好 我相信我假如回去的话 我这个感受非常深 因为我那批插胸啊 我们都在讲 插胸 插胸 就是一起插队的朋友 我们都言称叫插胸 他们现在有的是厂长 有的是什么外企的 什么有的也有的出国工作什么 大家都合计 但还没有回去 但我最近去的是山东的北部 昭远 来阳 彭来 那么咱们发发现了一些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现象 来咱们留个悬念 原来我们注意到的现象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你就知道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回答刚才的问题 刚才什么问题呢 山东 就是到了山东北部的那农村 现在都没有县了你知道 很多地方它这个县都改成市 少数贫穷 比方山东吧 你鲁国那些地方 鲁国那些地方还有县 齐国那些地方都改成市 当然也不均衡 有些是相对贫困一点 遭远啊什么 但是路都修得不错 你看上去都不错 就没有变化的是什么 厕所厕所真是没变化 那几十年如一日 但是我有看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景象 比方说他们都说比较富的一个县 就是一个现在叫市 叫龙口市 它就在海边吧 就是凭空四年的时间 建起一个城市 你都没听说过 我估计这样的 他们告诉我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其实到处都有 只是我建的少 我们都有一个思维定势 就是觉得现在城市大规模发展 中国的人口一半到了城市 因此乡村是萧条了 是破产的 那么而且我们对城市的发展 都有一些固定的思路 就是我们城市化的是走什么路呢 就是农民工 两亿多农民工从农村进到城里 这是一 第二 我们的城市像巨兽一样的向外扩展 以前有过一个城市的扩大的方法是 城市不动建卫星城 而卫星城跟主城之间是相下 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完全不行 卫星城都不成功 现在的情况是 主城跟卫星城之间打通 就是四环五环 将来就这么一圈一圈 城市不断的摊出去 但我这次看见一个第三种的城市形态 就是它完全是乡村 它甚至不是农地 它是树林 它就是到现在还有什么 野鸡之类的东西 但是它被圈起来 圈起来以后 它就变成了 它就仿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的格局 就是像一张白纸画图画这样的盖 里边有大学 有医院 就有一个农民 叫宋作文 我看了他跟国家领导人的一一的照片 可见也是上面支持的 然后这里面有大学 有医院 有很多房子 正在盖很多很多的房子 那房子都不大 几十平米的 整个是全新盖起来的 非常奇怪 跟外面的这个山东的乡下 你出来是很不一样的 这使我看到了一种 这个形态 让我想起什么 比方说我曾经开车从比萨 这个比萨斜塔的意大利 我一路沿着地中海 往法国南部 往嘎纳那边开 你沿着海岸线 你开多一会儿就会有个小镇 开一会儿就会有个小镇 对不对 有的是历史名城 有的就是新盖的一个区 他说他们也是这样 你进到那个地方 当然了 以我们城里人 尤其文化人的眼光看 你会觉得他有点俗 比方说 有个观音菩萨 旁边那个高尔夫球场 叫蒙哥玛丽 凑在一起 是不是有点俗 对不对 可是我仔细换一个角度在想 他吸引了大量的城里人 到那里去买十几几十万的 几十平方米的房子 他给很多在 比方说在青岛买不起 在济南买不起 甚至在北京都不行的人 他就集中过去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一个 一种新型的城市 这我看到了一种中国城市化的第三种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会有个问题 我就问农民 我就去一个一个 就是司机也问 做饭的人也问 我就问他们对这么一个 在他们家乡出现的 这么一个新城市的感受 农民的感受是很简单的 我说你们会不会说家园被人抢走了 或者海岸什么 农民就是说你帮他们做事5000块一个月 有利可图 但我倒是联想 你当地的人5000块一个月 农民就是这么简单 他说5000块一个月 他说我想跟他们说你们的你的家园被占了 就我刚才我说那个老子要吃饭 你别跟我说乌染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是说的话 就是话粗理不理 理是有财 话操理不操 但我倒联想你刚才说这个旗鲁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种 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它自然有一种跟传统的这种接壤 旗就比较商家 从鲁就是比较乡土 从孔子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有这个旗鲁之变 而且这些就是像什么后来的这些学院 像荀子他们那些都是偏旗的 就那个学院叫什么 我现在想不起来 叫夏 夏义 蒙哥玛丽 现在就变成蒙哥玛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实际上这个文化的基因 它会传得很长的 你在一个突变的情况下 就是甚至于农民他也这样 很打乱了 不是 但是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自然 就是这种基因会变成显性的 它适合什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然后它就出一种形式的文化 它会逐渐逐渐混合成一个 适宜他那方水土人物的一个形态 比如这种 有点学术气息的海滨城市 和内地可能更适于那种种地 田园 就比较 比如说我说的云南 它可能适于边境贸易 它种茶 有以前的 它离越南近 它就会种咖啡 因为有法国殖民地的传统等等 它会自然的调解出来一个最适于它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现在的种种不满和错乱 都是因为变化来的太猛太迅速 一下子就要全全盘的要现代化 对吧 它已经顾不上考虑 就是说其实有一种生态多样性 它这个地方适于长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们说的还是好的 就是理想社会的家园 你知道在这个土纳的土纳的土固纳新的过程中 很多真的是像渣子一样的人 就被土到不知道什么角落去了 所以你看你去过印度 你就会发现 有大片的贫民窟 他们那些人都是从哪来的呢 对吗 从乡下来的你知道其实中国 我们不能说现在中国有多少 但是有你看这个而且是很多 我就把它叫做一些机灵人 就是我最近这个避风拿给我看一个获奖的纪录片 叫算命 我觉得拍的还挺好 那么这个他就是反映一个就算命的 住在城乡结合部的 你知道那就是说两口子怎么过日子 他是个残疾人 然后就说我也要生活伴侣 我也生活伴侣 我就去找村里这么一家人 那家人他老婆原来就住在猪圈里 因为他老婆也是一个又傻又有点残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俩就这么谋生 你可以找出来一段给你们学习 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一个雅人 四十多岁了 那家我也四十多岁了 就九二十年了 我四十二 那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就是在他们家受气 在一个小棚里 黑着睡觉在小棚里 动的嗷嗷叫 我说心里话这样的傻人门家 因为我给鸡来给我做伴侣是吧 连渴侧肯定是吧 成一强的让他少到的路是吧 后来我都上他们家去了 我一看那一看到那个人一说他人也没眼门 反正贫不摘鸡 贫不摘鸡 航不摘鸡 光不摘鹿 是鸡不摘石 人贫没能的你还想搞好的 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鸡来呢 就这么做 防防拨拨 菜再洗洗我都能做 做饭我能做 女人不就是干这一类活的吗 所以说我自己能做 她就不会做啥 我无所谓 我本来接来 此位就是狗嗦八旅的 就这种想法 就陪伴我生活 给我生活增添一份这个 幸福 有这么一个女人就感觉很像幸福的 就这种想法就这么简单 来 来 来 走嘞 你走啊 你来 你走吧 来这台港呢 有时候你开车在路上走 你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个 就我不知道就算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还是一些什么就是他也不是农村 好像呢 这个农田呢 也都被平整成了一片 这个大白地 这是白茫茫大地 上面就一些 烂七八糟的垃圾 一些窝棚 形成一个小街道 这真是白不磁烈 黑不磁烈 惨不磁烈的 这么一些就是 经常有些这样的地方 你在你在公路上看 北京就有通线往通线那边走走 就是你说的这种很多工业垃圾废物 在那个就在大公路两边打水塔 水泥塔什么搅拌机那种 然后周围就有一个小村子 他就有一街饭馆 但是我卡车司机在这吃碗面 对 我还可以跟你说呢 就像徐老师这种观感 误然就来一座城 一座美国城 经常你可以见到 深圳有一个微缩 皇家城堡 对对 深圳有一个那个玩的地方 叫什么什么来着 就是微缩景区 世界之窗 就一个一个微缩景区 实际上你现在看呢 两个地方 就是他们说北京郊区就有啊 就是突然间就这一块 跟美国一样 扎老师你去跟一个美国小镇 完全一样 但是呢窗户后头就是一片荒地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还有一种 是我最近看到一些 所谓的名胜古迹 当地领导真是爱文化 把那个古迹啊重新翻修 翻修了之后全都重新刷上 说我照着原来的花边 重新贴一层 我一看呢 他们认为我这个比喻非常惊当 我说这不是迪斯尼吗 就弄的都跟迪斯尼那个小洋楼 是花中国有些地方 有些欧式建筑 我这不是到迪斯尼了吗 你看就是这种污染一座城 这个现象到处能看到 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 全世界其实都是这样 你在欧洲哪怕是最发达的地方 你不要在法国 田园是非常漂亮的 巴黎市中心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你从田园到巴黎市中心的巴黎郊区 也是相对最破的 我这次在山东开车也是这样 乡村还可以 有些地方不错的 青岛也很好 可是你近青岛的这一段 郊区这一段 就会出现刚才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在山东开车 偷来的车 没有啊 人家就车几个小时 所以就看得很亲切嘛 你很少的地方 对 所以 城乡街合部好像是一个中国特色吧 我觉得欧洲好像 但是现在城市啊 建设的脚步啊 侵入了农村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城乡街合部 但你说这迪斯尼的话 我就想起来一个荷兰的一个学者 他经常跑这个 美国印度中国 然后他就有一个比喻 他说呀 现在中国越来越像美国 就是都是这种大迪斯尼市的建筑 印度也在追赶 将来呢 整个世界这美国化迪斯尼的话 就要蔓延了 就剩我们欧洲变成一个唯一的一个 非迪斯尼的 那时候就是说 我们就变成真正的迪斯尼了 你们都到欧洲来看我们 啊 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地方 还有这样的国家 你明白就倒过来了 什么需要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什么需要未来啊 现在就是迪斯尼的那个那个城堡 假的 是Copie巴伐利亚的一个星天鹅堡 对 可是现在那个星天鹅堡里面 最多的游客就是中国拍温 那个婚纱照的团 很多人就是到那个地方去 专门帮中国游客拍婚纱照 已经直接到欧洲去了 不 我还是想想 我们中国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什么都有 有那么残疾的破败 但是也有新的希望 我只是在讲 城里人的出路 可能会将来重返下去 我就是看到 放逐二人 放逐二人